大家好 我是贾玲 今天来了好多那个年轻的演员 当然也有老艺术家 比如说我们著名的编剧 英武史航老师 史航老师是我们国家 少有的著名的编剧 他的作品都有 那个 算了 反正挺著名的 史航老师 既然是著名的编剧 对嘛 就一定会有一些小的瑕疵 史航老师呢 就是爱脱稿 有一次呢 脱了大概三年多 然后写出来以后还给人发过去说 哇 新鲜出炉 对方收到以后给他回了一个邮件 说史航老师 我们公司已经倒闭了 但是我来之前呢 听说 池子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脱口秀演员 很多人 很多观众都特别喜欢他 很多人把他誉为中国脱口秀的未来 由此可见 我们中国的脱口秀 是没有未来的 今天我来这的时候 听到了一个特别震惊的消息 王自剑 你的节目还在呢 哇塞 收视率那么低啊 我觉得要不然做节目这方向 你就跟陈汉点学一学嘛 该停就停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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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话了 节目停不停 汉点说了不算 真是啊 刚才那个 自剑在后面跟我说 姐 你看 我现在瘦了多少 哎 你看 我这身条 姐我瘦三十多斤 我说自剑 我的节目收视率要差到你的节目 为什么这样 我都瘦得跟石子一样了 你们不要总是说我胖 好不好 我胖是因为我压力太大 我有太多好笑的节目 太多的人邀约 太多的观众喜欢我了 我压力大这种痛苦 你懂吗 汉点 哎呀 自剑也跟着笑 真是奇怪 我特别想去上康熙来了 主要的原因是想见康永哥和S姐 虽然他们节目现在停播了 这个愿望肯定是破灭了 但是没关系 今天我依然能够 跟汉点站在一个舞台上 我觉得特别的荣耀 在这里我特别想跟汉点说 你咋来了呢 该来的不来 不该来的瞎来 本玉是咱们万万家族的 那个颜值担当哈 刚才还说我在后台跟你说 贾玲姐 不要看上我哟 本玉 你在电影里 一共出演了一分钟 我别说看上你了 我连看见你都难 咳嗽一下你的镜头就没了 今天的主角 教授 哎呀 教授有一个标志性的发型 没关系的 教授 不用怕别人嘲笑你 现在很多当红的明星 都是这个发型 比如说徐珍啊 孟菲啊 鲍贝尔啊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care这个事情 虽然他们比你帅 但你没他们红啊 还有一些网友很奇怪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总是要骂教授的电影呢 你们看过吗 你们就说不好 我 我亲自参演过 我深度参与过 我认为只有我说不好 才叫真的不好 教授 不好 教授反正是一个特别有先见之明的导演 在这儿我去演的时候 表演方式特别的浮夸 我说教授 我说 这么演 观众会不会骂我呀 教授 哎 放心吧 没事 谁会骂你呀 放心吧 放心吧 哎 果然电影上映以后 观众都去骂导演了 哪有空管我 不过啊 吐槽了关于教授的这么多电影 但是他真的做到了 而且他真的用心 真诚的在为大家做电影 希望大家把掌声送给他 掌声过后 我还是想跟教授说一句话 续集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大家好 我是贾凉 大家好 我是小沈阳 终于如愿以偿的来到吐槽大会 我真的特别的喜欢这个节目 别人是硬邀来的 我是硬要来的 我非常的亲戚来到这个节目 因为就像回到了二人传舞台一样 你看我就是二人传演员 你们就是观众 乐队 我们二人传演员 每天晚上在台上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 骂乐队 为什么我说七期都看呢 因为每一期我都 特别心疼 一个人 就是张绍刚老师 真的特别心疼他 每一期我看大幕都弹平嘛 张绍刚滚出去 滚出去滚出去 每一期张绍刚老师都滚回来滚回来 还有从远到尔来的 宝岛台湾来的赵继平老师 因为 赵哥算了 赵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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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正平老师 不重要不重要 不重要 不重要 到底是不是朋友 开玩笑 开玩笑 确实开玩笑 是赵正平老师 我跟我赵哥呢 真的是通过欢乐喜剧人 相识的 虽然只有短暂的三期 再也没有看到他 但是我们的友情呢 就那么回事吧 哈哈哈 他总说给我发短信我没回 给我发的内容是节日快乐 赵哥 我告诉你我的微信里 通信录里边赵哥就19个 我也不知道是谁 没事下台以后我指定给你备注上 我就备注上 只参加过三期欢乐喜剧人的赵继婷 嗯 哈哈哈 哈哈哈 这包我有点冷哈 不冷挺热的 嗯 轮到小丽了哈 小丽是我的师哥 她有个身份就是我的姐夫 对 我们拍了一部大鹏的电影嘛 煎饼侠 成为东北F4 电影里边的东北F4 被大家就广为流传了 嗯 我们其实是网上流传那些吧 都是扯淡 包括我模仿宋小宝 我怎么去模仿他呢 啊 我得喝多少酱油 能变成他那个颜色 哈哈哈 说我们东北F4不和 说我们争一哥 我跟你大家说 我们 辽宁民间艺术团 没有一哥 只有十哥 东北F4从来没有不和过 小丽 来 哈哈哈哈 从来就没有不和过 哈哈哈 我们是面和心不和你们怎么看到的 你们是心理医生吗 哈哈哈哈 小丽的艺术真的是她好钻 我从哪认识她那年就是干什么事情比如学个乐器二胡什么的呀 她就特别的努力 就别人学十天半个月 她就学三天就会 就钻到这种程度 业务上真的是没得说 人品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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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浸根头发 人品确实好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说完小丽没有人了吧 还有人吗 谁 池子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 也是编剧吧 但是我感觉 你还是要干编剧比较好 因为演员这行水太深 你想当一个红的演员 更不容易 首先你当演员 你得具备条件 首先的条件 你家里穷吗 你被扎过酒瓶子吗 你摔过眼镜吗 你这些事没有干 你就不行啊 所以这行真的不好干 都说我是一夜成名 我最烦这句话 什么叫一夜成名啊 今天来到吐槽大会 我就想对 说我一夜成名那些人 说一句话 你们说得对呀 我就是一夜成名 在09年那个夜晚 春晚 那一夜之间 真的是我 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没有想到一个农村人 能够走到 中央第二台那个舞台上 那个夜晚过了以后 大到80岁的老奶奶 小到四五岁的孩子 都知道有一个叫小沈阳的 到现在依然如此 吃醋有掌声 你看 还是一言那么火 好好好 火 有人说小沈阳 不红了 不火了 去年卫视的春晚 一个都没上上 也没人邀请 我想说 No 是我推掉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一两天 上一个春晚 上一个卫视 要演一个作品 很容易 糊弄嘛 很容易 但是 我不接了 因为我不想糊弄观众 上就上一个好的 在我的心里 只有观众 我的家人是为我所生 我是为观众所生 我是二人转演员出身 央视小品出道 中间当过歌手 画界当过主持人 现在是四十亿 票房电影的小演员 我是小沈阳 太混乱了 太坏了 好 这个 大家好 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 长远 也是小鹿的小学同学 那么 对对 大家都好奇 不是 这有些事 这个就不要在媒体前面说了 这个 童年 童年 过去了 对 这个 这个 朋友之间呢 有三大铁 我们都知道 一起扛过枪 一起同过窗 一起怼过张绍刚 我和小鹿呢 一起同过窗 那么本来今天 想来一起怼一下张绍刚 但是没想到 已经被别人给怼跑了 然后金子就跟我说了 说不要紧啊 他走了 你们可以怼我呀 我说算了吧 曹严均 我们才不怼你呢 你以为我们傻呢 导致你发一六千字 长微博火的还是你 哎呀 我跟金子是好朋友 非常了解他 他这个人呢 非常的自恋 尤其是最近迷上了健身 对自己身材呢 也是非常的满意 有时候我们在后台 换衣服的时候呢 大家伙就正常换 他不是 他是把上衣脱了 现在在这儿亮 然后不穿上啊 然后不穿上啊 就大概是这样 就这儿老架愣着 你知道吧 就放不下去 然后一会儿呢 把裤子也脱了 吊袜子也脱 吊袋袜 没完啊 吊袋背心 全脱完了以后啊 开始险呗 在我们面前 看我这胸肌 看我这腹肌 看我这臀大肌 我说你离我远点 打远处一看啊 金子脱了衣服 就跟小姑娘似的 就长得秀气嘛 这个小鼻子小眼 哪哪都小啊 这个 大概那意思啊 拖了半天 完了一会儿又给穿上了 其实就是为了 换条领结 每当他自恋的时候呢 我就想用那个 Vivo X9拍他的脸 不是照亮他的美 是真想拍他脸 这个今天来的 还有一位美女刘云 大家伙有的很熟悉 有的人呢不太熟悉 但是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的简历 有一条简历特别的狠 说完肯定你们会 竖起大拇歌 刘云呢 是华人里面少有的 曾经登上 时代周刊封面的女演员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都有谁登上过这个封面啊 有这个范冰冰 张子怡 巩俐 刘云 这个有一个名字 显得很突兀 是吧 特别像我们小时候 做的那个题 从以上选项中 选出不是同一类的选项 很明显这是一道送分题 我先留会儿啊 这小泰迪挺好玩的 这个刘云呢 对自己的名字 一直不太满意 这行了 差不多就得了 整的就跟那个 你们比观众还高兴呢 刘云一直对自己的名字 不太满意 谁给他一刀行吗 谁啊 谁啊 你助理 好继续啊 还笑吗 刘云一直对自己的名字 太色毒了 刘云啊 一直对自己的名字 不太满意 曾经呢 在09年 13年 14年 分别改过自己的名字 一会儿呢 改成草子头的云 一会儿改成云彩的云 但是可喜的是呢 现在他决定了 不改了 就叫流云了 所以呢 在这里也是隆重地 向大家介绍 这位呢 就是刘云 那么坐在他前面的呢 就是刘不住云 蛋蛋呢 是吐槽大会的这个常驻嘉宾 这个我很喜欢 他的这个吐槽方式 很稳定 但是现在呢 也有压力啊 因为他觉得自己 只会脱口秀 戏路有点窄 然后刚才就问我 说远哥 你看能不能我去 你们那个开心麻花 发展一下 后来我就劝他 我说蛋蛋你看是这样啊 你呢如果要是 到了我们的开心麻花呢 我们的这个 演员表上 就会变成这样 沈腾 我说是这样的 马力 长远 李旦 有一个名字是不是很突兀 像不像另外一道送分题 这个池子啊 蛋蛋还有金子 都是做喜剧的啊 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非常的黑 这个池子呢 长得黑 蛋蛋穿得黑 金子历史比较黑 就连这个费玉清老师呢 见着他们三个都要说 嘿嘿嘿 什么 什么哥 什么哥 哎呀你老了 你老了 烟归正传啊 说一说小鹿啊 这个鞋都脱了啊 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啊 也是我小时候发生的 跟小鹿有关系的事 就是小时候 咱们做作业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草稿纸 对吧 我小时候有一次 在家写着写着作业呢 就是走神了 然后就突然在草稿纸上 写了一个 李小鹿最漂亮 然后当时特别害羞 哎呀 我就赶紧把那个草稿纸啊 这个团成一个小团 扔进烟杆里 完了我就去洗澡去了 洗完澡以后回来呢 我发现我的妈妈 坐在我的房间里 这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就是 我发现我妈妈 把那个纸团铺开了 放在桌子上 然后问我 儿子李小鹿是谁呀 你当时能知道 就是我是一个 七岁的小男孩 就有一种被人捉奸的感觉 真的当时 当时我自己感觉特别尴尬 我说妈妈 妈妈你不要这样 妈妈 妈妈我不认识李小鹿 妈妈你要再逼我 我就不好好学习了 说这个你们也不懂 因为那都是我们童年的一些 非常清纯的一些感情啊 但是小鹿一定会懂 因为亮亮也经常拿着纸条 问她长远是谁 我跟小鹿呢 中间有一段时间呢 失去了联系 这个就是小鹿毕业以后 但是我经常会想起那首歌 同桌的你 是吧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为你做了嫁衣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你们说是谁 对 就是贾乃亮 气死我了 小鹿呢 小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同班的追求者啊 这个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啊 送给他很多的 那会儿是小巧克力啊 小熊啊 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 都天天给他嘛 小孩嘛 喜欢小女孩就给他送这些东西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小鹿不喜欢这些 喜欢那些比较质朴的 比较简单的 就比如说像贾乃亮 花进了自己的 全部积蓄买的那个 六克拉的大钻戒 感谢小鹿这两年的 不务正业 我们才有机会 出现在同一个节目里 也算是圆了我小时候 希望跟他同台的梦想 在这里呢 也要感谢小鹿 谢谢大家 我是长远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乔珊 好 今天来到这儿特别的开心啊 然后头一次来到吐槽大会 吐槽这两个玩意儿 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我今天更开心的呢 是能见到王迅迅哥 你知道吧 真的真的很惊讶 吐槽大会办了这么多届 嘉宾种类有很多 多了去了 对吧 你看有什么偶像类的 对吧 有歌手类的 有模特类的 但是这个聂齿类的吧 绝对是头一回上咱们这个节目 前一阵大家知道 说有一个真人秀特别火 逊哥也上了那个真人秀了 对吧 有一个环节 就是要和周冬雨互换衣服 然后周冬雨当时非常嫌弃 指着王迅说 我不想给你换 他衣服得买的 人也买的 逊哥 下回要是有这种情况 你就跟我说 我带你洗澡去 这个项目咱熟 归根结底 提到逊哥呢 我们绝对会想到一个人 就是黄博 博哥 这个博哥呢 对逊哥呀 真是太好了 拍电影带着他 上节目带着他 出席各种活动典礼 还带着他 如果有一天黄博离婚了的话吧 王迅的抚养权将来肯定是个最大的问题 是吧 然后呢 黄博肯定得跟媳妇说 媳妇你这么得把 王迅归你吧 她媳妇肯定说 你给我扯一遍大 我谁要弄晚上 你给我扯一遍去 是吧 其实逊哥 我跟你说 要是我吧 我就不给人添这个麻烦了 我早就离家出头 回头我就走 下面说一下高进老师 是吧 静哥 也是我们东北老乡 你没看吗 就是上了这么半天 我也没跟他有眼神有对视 因为我看着他吧 我就 我不能看他 为什么呢 因为高进老师的歌啊 在我们老家确实很受欢迎啊 每次在KTV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吧 肯定有一个人起高调 蹦起来 来 我给大家整一首 我的好兄弟 唱完了以后 来干一个 刚刚就干三瓶啤酒 刚干完三瓶啤酒 又蹦上了一个兄弟 感谢刚才这位好兄弟 带来的我的好兄弟 下面我要给在座所有的好兄弟 再唱一遍我的好兄弟 然后呢 你想啊 这一唱 五遍八底 唱完一遍喝三瓶 唱完一遍喝三瓶 喝得我是娃娃兔 所以导致我一看着高进老师的脸嘛 我就 往上要 有点远 高老师 反正就是说你的歌好不好 咱们就暂且不说了 是吧 但是太费啤酒了 而且呢 我确实觉得啊 我确实觉得就是我的好兄弟这首歌啊 最适合表达的就是那种虚伪的兄弟情 就是那种塑料哥们花那种 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 头回见面喝点酒没怎么着的 我给你说你这是我兄弟 咱俩就出一辈子 哎呦我的天太冷了 真的这首歌我太了解了 因为我和大鹏修瑞经常这么唱 我们俩就没唱过 这个下面呢 我们就要说说陈志鹏老师了 哎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以前都是说这个陈志鹏长得很像张国荣 对吧 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这个两个人呢 从辈子上讲就不同 对吧 张国荣 对吧 大家一见着了以后 哎呀 哥哥 然后见着陈志鹏以后 哎呀 你们节目不是说保证人身安全的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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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在这说我们控制他啊把刀收好啊 后来呢 加入了小虎队 火遍了全亚洲 但是我没记错的话也是20年前的事了是吧 看了小虎队三个成员最近的事业发展突然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就是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跑得快 跑得快 一个叫苏油棚 一个叫乌棋龙 就拉下个陈志鹏 真奇怪 真奇怪 哇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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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嗯 行了 这个这边该吐差不多了 哈哈 让我们演演这边的吧 这两位啊 今天的主咖 是吧 筷子兄弟 我看这俩人吧 我就气就不打一处来 你想我啊 中央系续学院毕业的 学表演的 对吧 这两个人 一个是学导演的 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 凭什么当主咖 不就是因为写了一首烂的街的小苹果吗 高进哥 回头咱俩也写一首歌 歌名我都想好了 就叫大喜悦 当然了 咱们砸人不能往死里砸 对吧 筷子兄弟嘛 你也不能觉得啥也不是 是吧 去过 去过 去过美国 去过美国 然后去参加了全美的音乐大奖 唱了小苹果 我跟你说 大家伙啊 真的 能参加这种档次的音乐盛典 真的很了不起 对吧 虽然只是表演嘉宾 是吧 虽然呢 就是在广告时间 虽然呢 国内也没有转播 是吧 我就想问问 你俩去干啥呢 干啥呢 你啊 是吧 你俩啊 就是在人家中场休息的时候表演嘛 就是 是不是跟NBA那个拉拉队一个性质 是吧 观众都上厕所去了 才把你俩给拉上来 然后主持人说 下面呢 请尿不及的观众 欣赏来自这个遥远东方的神秘舞蹈小苹果 没准看完了以后 我就想尿了呢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我和杨哥很熟啊 小杨哥 因为我们一起拍过电影 然后也合作了很多的项目 确实他也是背着王太立干这些事的啊 同时也透露出 也想跟我弄个组合的想法 叫刀叉兄弟什么的 但是我 所以我今天见着王太立老师吧 我有点不太好意地拿正眼看他 因为我怕他过来耗我头发来啊 就老娘们劲上来了啊 但是 我确实是这样 我想劝一下太立哥 你也想开点 是吧 合作这种事儿 今天没有我 明天也有别人 就是你俩就好聚好散 外部的原因都是借口 归根结底就是不爱了 好不好 所以我劝你呢 长痛不如短痛 早分早好 成就我和肖阳一对幸福的小搭档 说了这么多呢 都是节目效果 我们台上互怼 互相吐槽 但是台下我们都是好哥们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没别的 以后来东北光顾各大喜悦的时候 提山子的名 好使 谢谢大家 我是乔珍 贾亮老师其实平时呢 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但是我有的时候就反正不太敢跟贾亮老师说话 怕他看上我 贾亮老师前段时间呢 刚刚跟我们一块出演了这个《万万没想到》 你说你为什么挑这片子呢 这个贾亮老师呢 在片场非常的照顾我们 这个也非常的敬业 但是我们那个片场嘛 就是有很多这个风沙 风沙非常大 有的时候呢 还会刮这个沙尘暴 导演有一回就喊 说 哎 沙尘暴来了 大家快抱住贾亮啊 四五个男友演员就一拥而上 一把就把贾亮老师给抱住了 这后来呢 拍摄是挺顺利的 但是贾亮老师呢 就没事就在现场喊 哎 沙尘暴来咯 这儿还有一位九五后的这个没人知道的小朋友叫池子 池子 我来的时候呢 节目组跟我说他是一个脱口秀天才 我觉得这个节目组可能是有点大惊小怪啊 跟王自建比起来 谁不是脱口秀天才 作为这个万万没想到的主要演员 我跟韩寒在这部戏里的戏份差不多是一样的 对 所以呢 我们俩大概是一人贡献了两个亿的票房 加上教授的啊 最后的票房是三个亿 最后啊 要说一句就是 大家现在都说教授这个电影拍得不好 但是呢 只有我知道 教授他已经尽全力了 对了 最后还有一个事啊 报告老板 没事 我就打个硬广 谢谢 我是张本玉 你的头过来 谢谢大家 我是普联顺 好 谢谢张绍刚老师 其实第一期节目我也看了 确实有弹幕吐槽说 张绍刚不了脸 但是这只是弹幕的一小部分 明明弹幕的大部分说的是 怎么不是王自荐 所以我当时看着绍刚老师一脸的王自荐 我就特别想跟节目组说 以后就不要麻烦网友了 直接打马赛克不好吗 如果你们不会 我可以教你们做呀 其实今天在座的嘉宾 吴莫愁 是让我最感觉有亲切感的 因为我一看到他脸上的妆 就想起我当年做特效的日子 吴莫愁这些年 凭着这个与众不同的造型 和独具一格的嗓音 从众多的歌手中是脱颖而出 让很多重口味的观众 是眼前一亮 他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完全归功于这些年 恐怖片市场的不景气 我是今天第一次见到史言的 我听说史言之前上节目 必称自己是交大毕业的 但是呢 交大至今没有给出任何的回应 其实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感觉 要是我被人骚扰了 我也不愿意声张 张亮啊 张亮老师以前改过名字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是从来不愿意 跟人提起这个事情 我很好奇啊 你之前到底叫什么名字 这么见不得人吗 难道叫张绍刚 开个玩笑 MC天佑今天也在现场 我个人不是特别理解 MC天佑的直播风格 我看过他的直播 就你那嗓音 我觉得大家想送你的 不是飞机游艇 是念慈安 如果说直播里头允许 送念慈安的话 天佑一首歌下来 估计就是亿万富翁了 MC天佑最近火成这样 我真的很感慨 早知如此 我何必去接受高等教育呢 所以池子 我真的很羡慕你 最起码你能听懂 他在嚷嚷上 我知道沈灵主持过很多节目 虽然沈灵的主持能力 比何炅差了那么一大截 但是依然有人叫他小何炅 我都见怪不怪了 我的粉丝还管我叫小龙女呢 今天的主角是蔡国庆蔡老师 我以前参演爵士高手的时候 跟蔡老师接触过 当时在现场拍戏的时候 我就看这个蔡老师在那 一个件的搓脸 搓得非常用件 我很好奇 我就问蔡老师 你为什么一直要搓脸呢 蔡老师就跟我说 搓脸有助于美颜 这是我在网上总结出来的方法 我看他搓了这么多年了 我就没好意思告诉他 网上所说的磨皮 不是这么磨的 那该怎么做呢 当然是用Vivo S9 柔光双摄 Vivo S9 美到无法吐槽 广告狗 蔡老师的这个保养秘诀 除了搓脸之外 蔡老师是这么认为的 颠角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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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老师认为颠角尖 能够有效地对抗 这个地球的引力 不得不说 蔡老师为了自己的艺术事业 小时候文化课 肯定没怎么上过 最后我想说 能吐槽蔡国庆老师 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我今天的吐这些槽呢 再过几十年 依然不会过时 因为到那个时候 蔡老师依然会唱着这些歌 给大家送祝福 谢谢大家 我是孔连顺 那我就归安了 回一课吧 哎呦 大家好 我是蔡明 少刚说得对 我骂他的部分说得对 但是我没有想来这个节目 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 是年轻人的节目 但是呢 节目组跟我说 你哪来呀 不来 你就out了 嘿 我是个虚荣性很强的人 哎呀 一直想紧跟着年轻人的脚步 就怕自己out 但是 这些年呀 我在跟随潮流的路上 一步一个跟头 摔得是 叭唧叭唧的 今天是王金导演的主场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B干 听说B导演拍电影啊 听说B导演拍电影啊 经费有限 就呢 劝自己的老姑父辞职来演他的电影 拍完电影了 老姑父想 哎呀 该领钱了 是吧 就说 B干呀 我辞职了 我辞职了 电影也拍完了 啊 我知道 我辞职了 我知道 我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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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鬼畜你啊 B干对老姑父是真好 拍电影带着 走红毯带着 领奖也带着 也没有人认识 刚进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忽兰是你老姑父 文艺篇导演 果然不按套路出牌啊 别的导演捧老婆 您倒好 捧老姑父 口味珍重 郑泽氏 一位优秀的演员 这些年呢 他不怎么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所以我就在网上搜他 相关的搜索都是 郑泽氏还活着吗 郑泽氏怎么又活了 要说这位网友啊 你也真是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不知道啊 猫有九条命 肥猫最少有十八条命 不过肥猫这个角色确实深入人心 给我感动得够呛 简直就是中国版的阿甘嘛 是吧 就是身材不像 看完我就觉得 life is life a box of 巧克力糖 被郑泽氏吃了个金光 黄胜一 大家都说他没有演技 是个花瓶 我觉得当花瓶挺好的 是吧 当不了花瓶的 才去当演技派 所以说你不用管别人说什么 以后有人要吐槽你的话 你就理直气壮地跟他说 老娘就是花瓶 怎么着 差你家花了 黄胜一也上过春晚 唱歌 唱第一句就跑掉了 下的电视机前的 郑泽氏差点掖着 手里的馄饨啊 饺子啊 巧克力啊 撒了一地 打那以后 饭都吃得少了 看看现在瘦的 可怜啊 只有二百三十多斤了 我呢 之前删了个杂志 很多人大惊小怪的 这有什么 其实我平时就很时尚 助理说有个杂志采访 要照片 我就随便找了几张 买菜的照片发过去 哪知道是男人装啊 这下完了 大家都知道 我买菜的时候穿什么了 正是王鸡 一位优秀的商议篇导演 以及男人装的忠实读者 电影产量很大 但是质量参差不齐 当然这么说也不准确 不乐意了吧 我也不乐意 男人这么说呀 是吧 那不能叫参赐不起 那叫参赐 赐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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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赐不齐 你说你老赐赐个啥呀 拿自己当高压锅呢吗 知道为什么高压锅一直着赐赐吗 让你该放弃就放弃呢 我和王导一起录过一个节目 我发现王导是个特别勤奋的人 一有时间他就写剧本 不管是在后台啊 化妆间啊 一点碎片时间都不放过 所以写出来的剧本那个碎呀 跟饺子馅似的 怪不得拍出来的叫贺碎片呢 可真醋油 当时在节目上 为了节目效果 王导呢 就劳管我叫女朋友 还想跟我cp 这声儿幸亏没让潘长江听见 他能爬上梯子上来 而且还有郭达呢 郭达什么地位啊 郭达 中国版的杰森斯坦森 我和郭达斯坦森呢 因为春晚成为了很多 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 现在你们都长大了 为人父母了 可你们都忙啊 没时间陪孩子 给孩子讲故事 我呢就做了一个 开心奶奶菜名的公众号 天天给你们孩子讲故事 陪伴他们成长 让孩子多听点故事 少看点呲呲呲呲的电影 其实呢 同样都是搞喜剧的 我真的很佩服王金导演 他的商业片真的很厉害 你可以不喜欢他的电影 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的功劳 我听说过一个很中肯的评价 说王金的电影虽然有其庸俗的一面 但可贵的是 他保存了香港电影的种子 他就是这样把香港电影最珍贵的种子 保存在他的一大驼肥料理 说了这么多 这个吐槽大会啊 是我很喜欢的节目 我是个喜剧演员 我明白 让人笑比让人哭难太多了 尤其是这吐槽 说轻了 观众不过瘾 说中了 嘉宾打起来了 能做出这么一档节目 几十亿的点击量 所以 李诞池子 不管你们有没有眼睛 我都好爱你们 谢谢大家 我是开心奶奶蔡茗儿 我是嘉宾 哎呦 我 想太气了 李大爷笑一眼 你都看不到在哪 这实话 来到这儿我真的特别地紧张 因为很多都是我的前辈 不好说人家 徐正导演 找我演电影 我是不是不该去吐槽人家 对吧 王金导演 没找我演电影 你说我 是不是敢谢谢你 命好 李更熙 年纪比我小 但是出道呢 比我早 所以说呢 按道理 我真应该去 称您一声前辈 前辈 晚辈来晚了 晚辈 暑时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要么 我给你点一根 我这身上没带着 回头我在台下 回头我给你整几条 抽归抽 烟头 别乱扔 说什么呢 这个抽烟呢 确实对身体真的是不好 尤其是这个乱扔烟头啊 其实不是特别地文明 现在小孩也不知道咋的了 你说就这么大年龄 开始抽烟 像我 我像这么大时候 我抽的比他还多了 真的 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一抽烟呢 我妈就抽我 我抽一根烟用五分钟 我妈抽我的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妈还劝我 说小兵啊 别抽烟了 对你身体不好 你看你抽的 鼻青年重 你说的 照应隐 社会我硬哥 社会我硬哥 硬哥东北尔 说一嘴普通话 东北尔我硬哥 好死 必须的 听说跟朗朗 李云迪 是齐名的 锁纳钢琴表演艺术家 我相信大家肯定是不知道 但是朗朗和李云迪 也未必知道 像这种国际级的 这个我们钢琴艺术家 真的他这个手啊 双手是特别的金贵 我们从这个朗朗的身上 就可以看到 朗朗就把他那个双手 高价地保了那个宝额 就像什么 意外线 高价意外线 我硬哥 好死 跟风人也保 高价保额 保了他那双手 但是我就纳闷了 你这边上了保险 那边总做饭 你是想骗保啊 还饿着做菜 对不起 我要去巴塞罗那 剁点辣椒 啪啪啪啪啪啪啪 哎呀 我的妈呀 手割破了 这以后 这以后 我以后 我以后 我以后是不是就发财了 哎呀 对了 我硬哥还说呢 硬哥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有个习惯 就晚上睡觉之前 喝一杯那个单衣掉牙的 不是 单衣大牙 不是 单衣 单衣卖牙 单衣卖牙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 就是挺能装的 你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嘛 是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爱好 你像他爱喝单衣卖牙 我就爱喝勇闯天涯 无非就是带气不带气 打嗝不打嗝的区别 喝多了还是俩字 迷糊就完了 刚才还说呢 还说 我硬哥还说 哎呀 跟那个意大利的 banana切除 banana还用切吗 扒了皮就完了呗 太能装了是吧 又什么什么 斯坦威钢琴家 又蓝带厨师的 我就想问一下 你回东北老家 你不怕爱笑啊 你还整这么多头衔 我劝你啊 你先给自己整个头盔吧 硬哥 像样啊 硬哥 我硬哥 我换下一个 盲精导演 其实我真的 特别希望跟王金导演 作为来个合作 真的 但是王金导演说实话 我也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虽然是电影界的新人 不敢太造词 但是我还是稍微 要跟你说两句话 就是你在选电影 女主角的时候 你能不能跟徐征导演 学一学 你看徐征导演 选的女主角 袁权 赵薇 这都好演员 你看你选的个女主角 我就想问一下 你是拍电影吗 你是拍托巴 徐徐导演 我老大 我大哥 真的 这个从为人上 艺术上 我都特别地尊重和敬仰 他就是我的指路明灯 他就在前面走 我就感觉 我后边这一块 特别亮堂 老大 我刚才 我就摸脑的时候 你不什么玩意 扎我手一下 我一看 是头发 哎呀 你可以来摸我的脑 对不起老大 我戳伤你了 我和徐导拍戏的过程当中 真的是气氛特别地愉悦 特别地愉悦 而经常我们俩 拍了戏以后 下来以后 会小酌几杯 但是徐徐导演 为什么能成功 他电影为什么能大卖 而且艺术质量就这么高 因为他喝酒的时候 也同样在讲着电影的艺术 那天就跟我说 说 魅惑多啊 魅惑多 魅惑多眼神有点迷你 灵灵啊 因为说 电影这东西 真的好 有演员你知道吧 有演员你知道吧 金凯瑞你知道吧 金凯瑞你知道吧 演的好 我爱过那 金凯瑞 金凯瑞演太棒 金凯瑞还想说 金凯瑞的眼睛 其实我都不认识他 一直闹啊 闹一宿啊 我都闹一宿 夸一宿金凯瑞 到最后 徐徐导演也没有发现 我不认识金凯瑞 所以说我就心想 我说你还说 金凯瑞演得好 好像是我演得更好吧 提起喝酒 千万不要被徐徐导演 所迷惑 我那个小朋友圈 都送我一个外号 东北酒王 但是我喝不过它 真的 喝不 我们在俄罗斯拍戏 头一天晚上 就刚才 我应该说 怼了六瓶 我说老大 你别这样明早 还拍戏呢 我要对得起艺术啊 你要对得起电影 你要喝多砸 徐徐导演说 说没事 冰冰啊 你不是演个列车园吗 是 明天拍车里的戏 明天我给你 安排两场晕车戏 结果到第二天 真的真的 我演得特别好 不但晕 我还吐了 然后徐徐导演 啥事没有 还夸我呢 他说 这个演员 这个演的确实 挺有味道的 不过真的 最后我还是 想感谢徐导 感谢徐导 给我这次机会 能够参加 《九妈》这部电影 希望大家能够在 大年初一走进电影院 一起来看我们 徐徐导演的这部新片 非常精彩 也要特别地关注一下 那个列车园 那个演员 真是一个 非常有味道的演员 谢谢大家 我是贾斌 大家好 我是徐徐 包炯呢 这个拍不了 这个炯不可以跟那个包 这个字在一起 我们用过一个姓包的演员 后来就不是很成功 你知道吗 没有希望 直到现在我才搞清楚 我上次到这里来录的节目 叫做脱口秀大会 你们这两档节目 怎么一样一样的 是说所有的嘉宾 全部都是一样的 是吧 唯一的区别就是脱口秀 大会里面是 没有那个张绍岗老师的 我现在搞清楚了 吐槽大会里面来的 所有的嘉宾 都是有槽点的艺人 所以脱口秀大会 就是个喜剧大会 吐槽大会 就是个洗牌大会 张绍岗老师 你是 劫测零吗 蓄暖胆牌 我现在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要健身了 你是努力要成为 那个威猛先生 是吧 而且今天的 今天的衣服穿得 过于正常了 没有槽点 而且我给你们嘉宾名单了 什么宁号 什么沈腾黄波 你们一个都请不来 哎 名单上还有郭晶飞 郭晶飞也不来 郭晶飞都嫌信你们这个节目了 郭晶飞是个什么样 极限的演员 我的天哪 演示一下 长得丑 为所恶心咯 郭晶飞 不好意思 我让你来 你不来 你不来 我就没有办法吐槽你了 我只能骂你了 虽然郭晶飞没有来 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来了 比方说贾斌老师 贾斌老师 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出差啊 不小心看到他的身份证 80后出生啊 所以你们大家看看他这张脸 就知道了 80后是真的老了 而且号称东北九王 在剧组里面跟我喝酒 贾斌老师这个虎啊 一口气喝到六瓶XO 我说哎 大哥 大哥 hold住啊 这不是啤酒 这是XO 他说不管啥O 只要喝了就O了 喝完以后第二天拍戏也O了 我们副导演真的啊 脸色惨白跑来跟我说 导演导演 贾斌老师好像在吐血 我说贾斌老师 你喝吐血了啊 贾斌说我堂堂一个 欢乐喜剧人总冠军 我能吐血吗 我吐的是血词 斯文 我非常欣赏的一位脱口秀演员 而且我们是相互欣赏对吧 如果大家仔细地总结 就会发现 我的电影里面 不管是太炯啊 港炯 还有这个炯嘛 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我的电影都是 由一对夫妻准备离婚开场的 所以斯文特别爱看我的电影 他一边看一边就觉得 我的人生怎么还没有开启啊 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 好期待啊 斯文你加油 你是可以到这一步的 李更熙 这小朋友一看就是 小桃红派到这里来的卧底 对吧 我跟你说 你不要童言无忌了 19岁不小了好吗 我19岁的时候 已经开始卸顶了 你演过小桃红的女儿 你得向他学习啊 你看桃红多好啊 多么完美啊 长得漂亮 性格开朗 演戏又好 最关键是 看人又准 不怕戏顶 有品味 十几年前同样面对选择 桃红老师还是选择了我 根本没有搭理 段一红老师 这就对了嘛 不能总让那些 长着头发的帅哥 为所欲为 对吧 这段一红老师 我是真的很欣赏他的 我很欣赏他的演技 一直很看好他 一直很欣赏他 最近我才搞清楚 原来段一红 欣赏小桃红 小桃红又欣赏我 我一想 我干嘛还要欣赏段一红呢 母女郎 新女郎 然后是金女郎 但是金女郎跟前面两个女郎 还是有区别的 人家之前两个女郎都很自豪 到了金女郎 感觉干了什么坏事似的 不太好意思承认 然后我就送了个百度百格金女郎 你会发现什么朱英啊 舒淇啊都算是金女郎 但他们不承认的 我突然知道那个资料是王金导演自己写的 是吧 这个好笑吗 这个好笑 好 王金导演真的是非常敬业 据说他拍了四百多部电影 最厉害的是有一年 他一年之内也拍了24部电影 今天我终于可以站在这里 跟王金导演说 有的时候好电影拍一部就够了 就像我们的新电影《九妈》一样 描述的是一个男主人公 带着他的妈妈到俄罗斯去旅行 如果这个题材给王金导演拍 就拍成男主人公 带着他的妈妈北上去烈焰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带着妈妈去烈焰 我不知道 反正王金导演的电影都是要烈焰的 也许那个妈妈是个金女了 最后说说赵盐盐 好不好 盐盐 钢琴家 大家也看到了 赵盐盐这个人对生活 是有很高标准的要求的 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 是在连云港一个朋友的聚会那里 结果因为服务员倒酒的姿势不专业 他居然真的生气了 而且每一口菜都吃一两口挑一堆毛病 甩手不打招呼就走人了 真的是个艺术家 淘单都淘得这么有个性 而且淘得足够远呢 怕被别人追到 一直淘到巴塞罗那去了 号称是去吃虾的 跑到那个餐馆跟服务员说 这个虾新鲜吗 服务员告诉他 非常新鲜 这是今天早上 刚刚从连云港空运过来的 张盐盐的爷爷啊 特别喜欢他 就觉得这孩子将来得有出息 得弹钢琴 一岁的时候让他抓粥 张盐盐抓了一口锅 他爷爷也是够横啊 说 嗯 这孩子有出息 你能抓钢的锅 就能弹钢的琴 弹钢琴是 你想这锅要是被 甲冰或者李弹抓住了 他们的爷爷肯定说 嗯 能够抓钢的锅 就能成为锅的钢 所以之前大家说过 炯已经是个 完全过时的一个网络用语 但是 用在赵盐盐身上 还是可以很合适的 对吧 炯 炯 项妈是我最后一部 叫做炯的电影了 讲的是 妈妈跟儿子的一段旅途 因为之前呢 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 过完春节之后啊 这个心理咨询的频率 会变得很高 你看父母明明是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相处最最亲近的人 但是 我们相处起来 却有那么多的问题 所以 炯妈探讨的 就是这个主题 大年初一的时候 炯妈就要正式上映了 欢迎大家来看 也希望大家看完电影以后 出了电影院 可以转身抱抱自己的妈妈 如果妈妈不同意呢 就去喝酒 喝出血丝 谢谢大家 我是徐轩